哦 给你们看看我买了些什么 买了还蛮多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Elean 今天呢想给你们录一个 Sephora的八折购物清单 就是种草清单 马上Sephora就要打折了嘛 这是我每年最期待的一个东西 就是Sephora的打折活动 好我就不多说废话 因为这个视频要说的废话还挺多的 要说的话还挺多的 所以说我现在开始不说任何废话 赶紧给你们切入整体 整体切入主题 说一下八折我都想买些什么 给你们一些购物灵感 好现在我就开始了 我打开这个Sephora这个APP 好我已经打开Sephora的APP了 就一个一个跟你们说吧 首先呢是大葡萄他们家的那个喷雾 就是那个葡萄水的那种喷雾 那个喷雾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喷雾 就有段时间用腻了 我就换成雅样换成李富全 但我觉得都没有那个喷头 都没有那个喷雾好弄 为什么呢 是因为那个喷头设计的太好了 就喷出来的水非常非常的细 所以说我很想买那个 就是我这一次要买两瓶那个 好 接下来呢是Tom Ford他们家眼影 Tom Ford他们家眼影 我手上已经有12号色和20号色了 然后我就没有01号色 我特别特别喜欢那种 不灵不灵的那种眼影 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看 所以我就想买一个这个Tom Ford他们家的这个眼影 好接下来就是Sephora他们家的这个洗刷 洗指甲的 我之前在我的空瓶机里面有说过嘛 那个东西有如果你就是用久了的话 它并不是很好卸就会把颜色染进上去嘛 但那个很方便 在它新的时候它还是很方便很好卸的 所以说想买一瓶那个 然后还有一个是看小红书种草的NARS他们家的这个唇膏 这个唇就是那个唇线笔 唇笔吧应该叫 但是它也是一个lipstick 就那个唇笔 好 那个呢 我买的颜色我打在下面我不会念 然后那个是我在小红书看到 我一直想找一种那种非常有气质的那种红色 然后又有点豆沙色的那个颜色 我一直没找到 就是要那种偏红 暗暗的那种红 然后又有点豆沙那种感觉 但我没找到 我看小红书试色 这个颜色还ok 所以说我到时候估计会买那个 好 还有兰蔻他们家的面霜 这个面霜我已经囤货了一瓶了 我忘记拿过来了 在我的囤货箱里面 然后那个面霜 我看有很多国主说用完以后脸上喷喷的 就像打了苹果肌的那种感觉 它这个主打也是那种让脸喷喷的那种感觉嘛 所以我就想又囤一瓶 然后我现在再用那个belief那个面霜 然后我家里有一瓶这个兰蔻的这个嘛 没有用过 然后我就说再囤一瓶吧 说不定好用的 因为兰蔻的面霜没有踩过底雷 都还蛮好用的 好 接下来就是兰蔻他们家这个serine 就是这个基底液 对吗 以前我20岁还是19岁的时候 我男朋友送过我一瓶兰 就送过我一盒兰蔻蔻的套盒 然后就有这个基底液 当时20岁19岁嘛 然后就发微博 说一下我的心得什么的 当时也不懂什么 就瞎发 然后下面就有人问我 就评论说你这么年轻 干嘛要用这么高端的东西啊 就干嘛要用这么五六十岁 四五十岁用的东西啊 所以说我就一直闲着了嘛 就没有用 把那瓶用完以后 就再也没有回购了 因为别人说年纪大的人用 但我现在慢慢感慨 我已经老了 也不叫我已经老了 我觉得应该保养还是要趁早 这样的话就会比较好 所以说我就又回购了一个这个serine 我看看好不好用 好 接下来呢是朗蔻他们家的这个 这个滚珠 这个滚珠的这个眼睛的这个serine 我以前也买过 也是在那种男朋友送我那一盒套盒里面 然后也是有人说我 那是年纪大的人用 我就一直没用 然后这一次正好配一下 就是这个serine和这个眼霜 和这个眼布精华吧 和这个肌底液一起用一用 然后现在年纪大了嘛 看看有什么改变吧 有什么感想吧 好 接下来就是我最爱 我的最最爱 就是迪奥他们家这个卸妆 makeup remover 这个我囤了四瓶 其实我还想买更多 但是我觉得 就是我的金额 就我的预算有限嘛 所以我就先买个四瓶吧 这个 这个卸妆液一定要买 如果你就是说 蛮想买那种卸妆液 然后又想要那种比较 不是很油 然后非常快能卸到眼睛 然后又不伤害眼睛的 去买Dior 这个sephora这个囤 我一定要囤Dior这个卸妆 卸妆液 我像Dior的这个卸妆液的推广大师 因为真的太好用了 好 接下来是NARS 他们家新出的这个唇釉 这个唇釉我想买两个色号 但是我也在纠结 买哪个吧 一个是Work This Way 还有一个是American Woman 这两个颜色 我在纠结 有可能 就是那个预算有限的话 就只会买一个 到时候去专柜 看一看哪个 刚好看吧 然后我看那个台湾的那个博主 Kiley 她的是 我特别特别喜欢她 然后我看她的那个试色嘛 她擦这两个颜色都很好看 所以我就被种草了 好 接下来是Bite Beauty 他们家的一个唇釉 Bite Beauty 他们家是一个非常天然的唇釉嘛 有的时候我擦唇膏嘛 哎这样 这样甜嘴巴的 所以说有的时候 都把唇膏吃到肚子里了 我就想Bite Beauty 因为它比较天然嘛 然后说孕妇都可以用 然后 然后我这样吃 是不是也比较健康 就是吃进去的也不是化学 哎呀 就是那种心理安慰了 好 这个Bite Beauty 我想买 也是他们家很红的这个颜色 不会念 叫Pure Pure 还是什么 不会念 我打在下面 好 接下来又是一个兰扣的Sheron 这个Sheron 我是想晚上用 就用完那个基底液以后 就用这个Sheron 这个精华 他们说是 我本来想买那个 我以前用的那个 Lamail他们家精华嘛 但太贵太贵了 现在真的买不起 就很想回购那个 那个Lamail那个精华 嗯 但是太贵了买不起 现在买不起 所以说我就现在不太想再回购那个了 我就用下这个便宜的这个精华 就相比这个 其实精华135刀 也有点贵 对吗 但是比那个Lamail便宜好多 所以说就买一个这个吧 这个别人说是V整形精华 不知道 反正试一试吧 好 接下来是YSL 他们家新出的这个唇釉 这个唇釉 大家都知道 16号爆裹嘛 但是Sephora已经被抢光了 已经断货了 所以我再等一等吧 如果等不到的话 就买一个 就去装柜上试色吧 然后我在小红书上查和这种 盲选啊 我选了一个9号 我觉得9号那种红色 也是我最近比较喜欢的颜色 所以说我如果没有16号 我就买个9号 或者是再去装柜看一看 好 还有一个是NARS 他们家的这个 呃 遮瑕瑕 对 我之前用过他们家 像这种样子的遮瑕 嗯 就是满红的那种遮瑕 然后我就 就这样涂嘛 但我觉得遮不了黑眼圈 估计我买的颜色太浅了 我买的是最浅的一个颜色 就遮不了那个黑眼圈 所以说我想试一下 他们家这种小瓶子的这种遮瑕 人家也说很好用 所以我就买一个 稍微深一点点的颜色 不是那个第一摆的颜色 试试能不能遮那个黑眼圈 好 接下来也是看别人分享的一个 Drunk Elephant 他们家的这个 Day Serent 就是早上的精华 因为早上精华也用完了 正好也是Drunk Elephant 也是那种比较天然 无公害 无毒的那种 嗯 添加那种东西吧 就是那种保养品吧 所以 还有YouTube上 很多人都在推荐Drunk Elephant 他们家保养品 还有他们家那个 晚霜 晚间精华 所以我还蛮想试一试的 就买了一个Drunk Elephant 他们家的这个 早霜 早间精华 对 好 最后一个我想买的呢 就我最后一个 我目前想买的呢 就是这个 Kevin Alcone 他们家的这个修容 然后我买的是Light 这个色号 之前也是看猪毛帽视频 但很早很早 以前有推荐过 Kevin Alcone 他们家这个修容 然后正好 修容只有一块 就是Sephora 他们家送的那种 嗯 Smashbox 他们家修容 我之前有说过 有点用力了 就想试一试 这个Kevin Alcone 他们家的这个修容 试一试 好 这就是我全部 Sephora 今年 所有的 我想买的东西 就大概 我自己在网上这样选 来选去 看到这些 有可能在店里 又想种草了 又看的什么好看的 又想买呢 好 之前我刚刚开头 有点急 我就忘记想说 我还想说一下 就我手上这些东西 就是我手上有的一些 Sephora的东西 推荐和不推荐的东西 然后现在我手上有的 可以给你们说一下 也是给你们一些灵感吧 好 我首先说粉底液 粉底液呢 我手上是去年买的这个 Tar他们家这个粉底液 如果你也缺一瓶粉底液的话 我是非常非常推荐 他们家这个 亚马逊黏土 亚马对 亚马逊黏土这个粉底液 这个粉底液 首先呢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天然的粉底液 你就不怕有任何添加呀 或者对皮肤不好 这个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然后他们家这个 那个粉底液 我今天擦的就是这个粉底液 是12小时持妆 然后它的效果 如果你是干皮呢 那我觉得它还蛮友好的 因为它不是那种流动性特别强 让你反而倒拔干的那种嘛 这个是不会的 然后我每次回国 戴的都是这一款粉底液 我的亲朋好友们都会说 哎呀你皮肤好好啊 你用的什么粉底液啊 什么什么的 就觉得哇 这个可以给我一个 给我制造一个皮肤比较好的 一个假象嘛 就这个粉底液 如果你今年想买粉底液 在斯福尔泽扣的时候呢 我还蛮推荐这个的 好 接下来呢 是SK-2这个眼霜 这个眼霜 是我在我的保养品大厂里面 有说过这个眼霜 为什么喜欢这个眼霜 为什么推荐你们这次 去买这个眼霜呢 因为它 非常的不熏眼睛 如果你是跟我一样 很讨厌擦了眼睛 擦了眼霜以后 你的眼睛就这样 就这样一直眨不开 就是被那种滋润 然后油油的 像剩进眼珠子里面一样 你就去买这个 这个完全不会熏眼睛 然后使用感非常的好 同样你也不用担心 它长脂肪力 但去细纹和黑眼圈效果 我是没看到的 我因为眼霜这种东西 用也就是用一个 安心或者用一个保养 因为你细纹已经产生了 我觉得除非做一些 外部的手术 打针什么的 可以让你容光焕发吧 用这种眼霜 就完全是一个 投一个安心嘛 但这个眼霜真的很好用 就是它一不长脂肪力 二不熏眼睛 我觉得这已经达到 我喜欢它的一个 一个要求了吧 Benifree他们家 这个蒲公英粉 我觉得这个你们大家 应该都有一块了吧 这个就是 对于我们这种 高圆红脸上 本来一激动就喜欢泛红 或是一热 因为被太阳照就皮肤比较敏感的人 就比较泛红的话 我挺推荐这个 蒲公英粉的 它就是非常非常 淡的一个颜色 然后味道 也非常香 我今天的脸上擦的 就是这个蒲公英粉 就这样 我觉得还蛮淡的 然后也很适合我的皮肤 不是那种特别咸色 特别像NARS 他们家那个腮红 我是应付不来的 很多很好看的颜色 但在我的脸上 就像猴屁股 然后这样比较 比较就是那种 小清新 清新一点的这种腮红嘛 我还挺推荐的 好 接下来呢 还有两个腮红 是我还蛮推荐 如果你们在Sephora 就是今年想买东西的话呢 我还蛮推荐 这两个腮红的 就是那个 千碧他们家的 一个Melon Pop 还有一个是Pansy Pop 不会念 P-A-N-S-Y好 就是这两个pop 我还是蛮推荐的 因为这个 就是我选的腮红 我以后所有推荐的腮红 都是非常适合那种 自己本来都泛高原红 或者自己皮肤 本来都比较敏感的人 然后皮肤比较显色的人嘛 然后呢 就推荐的腮红 就这些腮红 都是我用下来 觉得非常自然 不会猴屁股用腮红 如果你跟我一样 就是 比较喜欢泛红的嘛 我就还蛮推荐 像这种样子的腮红 因为它就是浅浅的 然后让你皮肤 瞬间比较好气色 不像涂完粉 粉饼以后 那么惨白嘛 然后给大家试下色 我觉得这个试色 应该看不出来 但这个紫色 我觉得很好看呀 就是前几年 特别特别流行 这种紫色腮红嘛 然后很多牌子 都出这种紫色腮红 它出确实有它的道理 就非常邻家小女孩 那种感觉 很好看 好 这个是我看那个 YouTube的那个 Rinnie她种草的 这个腮红 她以前也推荐 这个腮红 我觉得在她脸上 非常非常好看 所以我也买了 这个Mellon Pop 好 就这两个颜色 我涂了很多啊 非常非常用力的 所以说 估计这样会比较显色 但是你用刷子 轻轻的蘸 然后放在脸上 是不会那么显色的 一个是这个Mellon Pop 还有一个是这个 什么Pansy Pop 还有什么东西 就这个紫色的 都还蛮好看 好 最后几样东西呢 就是眼影盘了 眼影盘呢 我只推荐两个眼影盘 就是如果你们 想买眼影盘的话 我觉得这两盘 是我用下来 我非常喜欢的眼影盘 一个是这个桃子盘 True Face 他们家这个桃子盘 不是新出来一个 那种样子的那个盘吗 因为我有桃子盘了嘛 我觉得颜色差不多 就跟我的那种颜色 都还差不多 所以我就不太想 买它新出的那个 然后这个盘 我还蛮推荐的 就是如果你是跟我一样 就是比较喜欢那种日常 然后比较少女的那种妆容呢 这个盘就完全可以 打造那种比较日常 然后少女的那种妆容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这一盘 然后颜色都很好看 然后也有这种大地色 还有一些这样 比较漂亮的 这种比较跳的颜色 然后大地色也是有的 这一盘几乎所有的颜色 就是如果你想买那个眼影盘嘛 涂的就是一个性价比嘛 就是颜色你都可以用嘛 我觉得这一盘 所有颜色我都可以用到 所以我觉得这一盘性价比真的挺高的 然后颜色也都很美 如果要我推荐的眼影盘呢 这个眼影盘是我第一推荐的 好第二个呢 我想推荐的是Anastasia 他们家的这个文艺复兴盘 对吗 他们家的名字都取得好那个 好艺术啊 还有一个叫Just the Culture 对吗 新出的那个颜色很诡异 好就这一盘我也很喜欢 很适合很适合秋冬 就现在画实在是太美了 然后他们家的颜色就非常非常的显色 所以说你要轻轻的涂 我随便给你们试几个色 然后这就是雾面比较多 就有的时候喜欢那种闪片 喜欢多了嘛 就想要一些雾面的颜色 这样的话会比较好看 然后这种橘棕啊橘土色 还有红色这种 这一盘也真的非常非常美 好试色就这样 非常显色对不对 就是巨显色那种 无敌闪变霹雳显色的这种眼影 但是真的很好看 你就轻轻的画在眼睛上 不会那么恐怖 就很好看这一盘 好眼影盘呢 我就想推荐一个是这个 Anastasia这一盘 还有一个是这个 Two Faced这一盘 我觉得这两个性价比都很高 然后颜色我觉得都是OK的 然后没有一些很雷用不到的颜色 你看就像这一盘 是不是所有的颜色你都可以用到 对不对 没有那种很 那种蓝呀紫呀那种颜色是没有 然后这一盘的颜色也是都不错的 所以说如果你想买眼影盘呢 我挺推荐这两盘的 好最后一个是一个雷品了 最后就是跟你们说一个 如果斯芙兰这次打折了 你们有想买这个东西呢 我给你们拔拔草吧 就不要买 就是这个 这个是叫Glengro 对吗 Glengro他们家 这个都已经在我们家放成灰了 就是放脏灰了这个东西 就是他们家这个瘦脸的这个面膜 这个面膜是我14年还是15年 15年吧 爆肥的时候 就是因为我长肉都长脸上 所以那段时间爆肥的时候 就想用各种那种瘦脸的东西 然后让我的脸变V 然后我当时14年好像在我第一支视频 我跟我朋友一起录的那个视频里面 我还推荐过这个 说这个怎么怎么好用 怎么怎么好用 我当时想打我自己的 我现在回看想打我自己 屁话 瞎推荐 就是真的没有用诶 但是我已经用完了一瓶了 这是我的第二瓶 我第二瓶 我觉得没有什么效果 之前我不许是太享受了 就觉得自己心理安慰 就觉得涂了它 也不会变瘦 但是不会变瘦 就是你脸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也不会给你提拉 也不会怎么样 它反而是这种撕拉的面膜嘛 你撕下以后反而对你的毛孔有伤害 所以我就不太推荐这个 如果你呢 也想用就是瘦脸面膜的话 然后你正好种草的这一罐 给你拔草 真的没有任何作用 然后我也不会用了 现在就一直放在家里放着 之前那段时间 还蛮风靡这个东西 觉得这个东西很好用啊 是我喜欢的那种瘦脸的东西啊 它真的让我瘦了啊 但是我又回想一下 我觉得没有让我瘦 就该怎么样怎么样 去水种也没有看到 所以这一罐我不喜欢推荐 然后它也不便宜 所以不推荐 好这就是我 Sephora所有的东西 给你们推荐的一些 种草的呀 然后我有的呀 给你们种草啊 就给你们一些小意见吧 关于斯芙兰打质的一些 给你们一些灵感吧 如果你们也有什么 就是眼影呀 或者是什么粉底呀 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你们也很喜欢 然后这次想买的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我也想种种草 被你们种种草 因为我有 就是斯芙兰这个折扣嘛 一定要同货同货同货 所以我也想买蛮多东西的 然后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眼影口红什么乱七八糟 都可以在下面告诉我 然后我们一起分享 好这就是我的视频的主要内容啦 谢谢你们观看 下次再次 谢谢你们观看 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